嗨玩家们 我最近刚破完地平线西域禁地 还闹到白鸡呢 游戏的世界观太符合我的口味 各种帅气破表的机械兽 可玩家恐龙的组合实在太帅 想必不少人都没有抵抗力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游戏里几只 我觉得颇有特色的机械兽 也会提供这些机械兽的设计原型 有些蛮明显的 有些你可能想不到哦 来看看你喜欢的机械兽 有没有在今天的影片里吧 好 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开始吧 好 首先是爪步者 我觉得全游戏最帅的机械兽之一 特色是刀锋尾 被他甩到超痛 这家伙的设计原型稍有真影 但应该是迅猛龙所属的其中种盗龙 迅猛龙的学名叫林盗龙 林盗龙其实还蛮小值的 大概就一只火鸡的大小 跟电影里形象差蛮多的 如何是不是有点幻灭啊 我小时候看《最后级公园》 最喜欢的就是迅猛龙 觉得实在帅到爆 又迅又猛 还懂得集体狩猎 《最后级世界》电影里的 又更帅 智商又高 一次还能跟人类交流 我最爱的恐龙没有之一 结果本龙跟火鸡差不多大 说不定还比火鸡难吃 爪步兽显然是根据电影的 迅猛龙尺寸设计的 比人类稍大一些 大概三公尺多吧 算是游戏里颇常见的机械兽 有各种变种 攻击方式主要有两种 用刀锋尾刷担一点 跳上来用爪抓抓抓 这招在电影里没看过 还原度还蛮高了 这招在这迅猛龙的招牌招式 在蛮多的作品里都有看过 好 下一个是李角兽 游戏里设定是采集机器 会帮人类耕田 好 来偷看一下它耕田的音质吧 它不知道前面的脚可以翻土 尾包还分成两只 有类似爬子的农具 前后开工 效率极棒 完美耕田机器 李角兽的原型应该是三角龙 一种生活在白二级的草丝恐龙 全场大概7到10公尺 游戏里的李角兽 目测的大概4-5公尺而已 应该是没有遭真实比例还原 他在生气就会从头上的脚射出黏液 让雅柔鱼行动困难 但李角兽的弱点又大又明显 动作也不快 其实蛮好处理的 好 接下来是破死者 在家后的原型没意外应该是岩鼠 岩鼠是一种血居哺乳类动物 通常生活在地底下 体长大概20到30公分 而破死者目测少说会有个5-6公尺 嗯 果然还是小一点比较可爱 破死者近看有点恶 你看他的嘴 身体有点恐怖 破死者最大的特色就是那超大的爪子 男人挖地道的 把他的爪子打爆 他就不能蹲地了 破死者在游戏里还蛮棘手的 不算太好打 爪子意外的不太好拆掉 从地底往上钻的攻击也不好躲 而且这只骑士非常稀有 我玩到白鸡60几个小时里 只在支线任务遇过一次 从没在路上瞧遇过 跟宝可梦里随处可见的地鼠蛮不一样的 是说有了你知道岩鼠跟地鼠的差别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 好在接下来这只机械兽应该蛮有冷气的 叫日翼者 这只的原型很明显是翼龙 生存于三贼级晚期到白鸡末期的飞行罚行动物 风神翼龙翼展超过十米 如何 势必想象中大致不少呢 游戏里的日翼者目测的大概三四公尺 所以应该不是风神翼龙 日翼者是游戏里第一只可以骑乘的飞行机械兽 骑上他真是爽度十足 跑徒难度骤降 畅行无阻 又可以轻易地飞到高山上看风景 后期没事就会骑着他到处乱晃 日翼者作为敌人颇为几手 弱点很小很难瞄准 尤其是他的护盾发射器真是有够小 超难拆掉 电将攻击也是颇少见颇难对付的 正如电将状态后会在状态期间累积伤害 状态结束一次爆发 常常没注意到自己这种状态 爆发直接死掉 总之日翼者作为敌人在初中期不是很好处理 好 接下来是大名鼎鼎的雷霆牙 在前座期待黎明就有着极高人气 他的设计原型显然就是一样大名鼎鼎的暴龙 一脸主角样 在前座期待黎明跟在初中期公元一电影里 都是主角般的存在 又机械又暴龙的谁受了 实在太帅 完美打中我心中沉睡的小男孩 一样是机械的暴龙手 雷霆牙比数帽宝贝真是还帅不少 希望地平线下一代能看到雷霆牙进化 提问的话 最近官方出了雷霆牙的组装模型 好像开始预购了 今年年底开卖的样子 帅都翻掉 超想入手 游戏里的蝶霆牙全身都是武器 雷霆就是为了杀戮而生的机器 非常难对付 初期遇到只能逃跑 通常一跟他见面就是疯狂的部位破坏 把他全身拖光光 武器拆光光 然后再慢慢料理他 好 看完帅气的 换看一下可爱的 挖掘者是游戏非常初期 就会遇到的侦察型机械兽 没什么战斗力 少数可以用近战攻击硬干的机械兽 这只的原型是水柚 虽然外表蛮可爱的 但他是一种伴水生的肉食动物 体长大概60公分 可能比你家的猫稍大一点 游戏里的挖掘者就没这么可爱了 看起来比牙柔一大一点 应该有两公尺吧 虽然个体战斗力不高 但很爱呼朋引伴 初期遇到他很容易被围殴 也不是那么好对付 好 接下来是我觉得游戏里外形 前几帅气的机械兽 追踪者 神出鬼魔的 他是会真的完全不动声色的隐形 到你身边突然冲出来咬你一下 蛮可怕的 这叫做原型是黑豹 也是神秘感失足的动物 动物园好像很少见 我不记得有看过 该不会也隐形起来了吧 虽然最终者会隐形 但其实战斗力不高 血量还不高 还蛮好注意的 好 下一只潘树雅 一种小型杀戮机器 好 给你猜一下 他的原型是什么动物 等等公布 这只要有够难对付 他们一定会集体行动 每次都是一狗票扑上来 动作超快 跳来跳去的 攻击又高 我实在他们手上还蛮多次的 他呢 尾巴上有弱点 但很小 他动作又快 超后难达到他尾巴上弱点 后期遇到潘树雅 都直接躲过 非常处理 好 公布解答 这只的原型是沸沸 突然有像吗 提外话 迪士尼动画 狮子王那只抱起星巴勒 那只叫三肖 不是沸沸哦 三肖好像是全世界最大的猴子 酷吧 好 接下来是存在感十足的汉牙兽 当初西域经历发行时 好像就是以这只 新机械兽为大卖点来大肆宣传 大域跟前作的雷霆雅 有点像 汉牙兽的原型是猛马象 一种古代哺乳动物 可重达超过10吨 这只要是全身上下有不少武器 攻击又高 战斗率超高 非常难对付 我被他杀了至少有20几次吧 他的弱点是冰霜攻击 这让冰霜状态后会好打不少 是说活在冰恶时期的猛马象会怕冰 好像不是很合理 好 接下来这只是今天第一次介绍的水生机械兽 猎巢 猎巢的原型是蛇颈龙 体长10公尺所有的水生孔龙 虽然还不算小只 但现代比蛇颈龙还大的鲸鱼还不少见 猎巢兽也是我觉得游戏里造型最潮的机械兽之一 从名字最能看出来 真的蛮潮的 首次见到他 是主线让人中类似BOSS的存在 蛮有气势的 战斗力中上不算太好对付 但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只能在陆地上边的战斗 有点作弊 在陆地就这么强了 猎巢兽在水里大概是无敌的存在 好 再来介绍就是特别了 很少会在游戏动漫作品里出现的动物 石蚁兽 是尖鼻兽的原型 尖鼻兽没什么战斗力 蛮好处理的 石蚁兽里最大的一种叫大石蚁兽 体长大概1.8公尺 跟人类差不多大 心眼见到应该蛮吓人的 大家不觉得石蚁兽真的是蛮奇特的一种生物吗 长了就已经够奇特了 竟然还只吃蚂蚁 而且只吃蚂蚁竟然可以长这么大只 石蚁兽是不是唯一一种以吃什么来命名的动物啊 以石蚁兽为原型的游戏角色也很少见 好 终于到最后一只了 这只应该是本作最强的机械兽 猎杀者 这只的原型是吉隆 一种生活在白二级的陆生肉食恐龙 身长约13公尺 是目前已知身长最长的肉食性恐龙 甚至比暴龙还略长一点 说到这个 猪肉机公园1的最终Boss是暴龙 3的最终Boss是吉隆 地平线前作的最强机械兽是雷霆牙 西域禁地的最强机械兽是猎杀者 不知道是不是致敬猪肉机公园的 可能也暗示吉隆的战斗力比暴龙的战斗力还高吗 猎杀者跟雷霆牙其实也蛮像的 也是全身都是武器 为了杀戮而生的机械兽 非常难对付 尤其很常用游戏里 火砍剑的电僵攻击 很常没注意到被上了电僵状态 被一波爆发的带走 真的感觉比雷霆牙还强一点 外形也无庸置疑是全游戏最帅的前五名 如果官方出向雷霆牙那种组装模型 我一定买爆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大家最喜欢哪只机械兽呢 不知道有没有哪些热门的机械兽 今天没讲到的 欢迎留言告诉我 好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